王蝶锤又一盘弃子公杀的神作 这盘棋好几次弃子堪比弃子大师 下的是精彩剧集 我们来看实战 红旗某大师也是一个知名高手 当头炮 铁锤把马跳 红旗上马给的出鞠 红的出鞠 黑旗选择了一个独奇进一 红旗过河鞠 黑旗屏风马 红旗挺兵 黑旗在这里选择了 平炮对局 没有选择左马盘河 这个肯定是不会对 压住 黑旗常见的下法是退一手炮 在这里选择了一个老式的套路 高居宝马 红旗平炮 红旗平炮也是改进之后的下法 以往的红旗都是上马 黑旗是一个向 红旗挑边马 准备亮局 黑旗炮退一步 下一招就准备右炮左翼 打马 紫利亚往这一侧来集中 红旗就送兵 逼你飞个高向 然后他选择高横距 打一下鞠 踢开 上马 他这个鞠恰好 及时赶到 针对这个黑旗从左翼反击的这个意图 红旗抢出这个横距 运到这个二路 牵制你这个鞠马 所以说是走的呀 也是出手不凡 飞旗打掉 要打你的相 红旗呢 根本就直直不理 冲兵 飞旗先补一勺 红旗呢 就继续冲 飞旗吃掉 因为红旗啊 他都 料定 你这个黑旗啊 你不敢打将 你打将 虽然说转了个相 但是呢 你单炮不成旗啊 你其他的子力都跟不上 所以说呢 他就 针对这个黑旗中路空虚的这个弱点 抓紧机会啊 连冲中兵 强行打通中路 跟这个黑旗的这个足临线 走的呀 也是非常紧凑 补一种事 刚才带将都不打 现在人家补了事 他更不可能打了 出局 红旗呢 赤足 压马 黑旗呢 进足 红旗呢 在高居 红旗高居 也是一个正确的下法 你要是贪吃这个象 退居吃象 那黑旗呢 趁机 这个 马三进四 这个小马呢 越到河口之后啊 红旗的这个子力位置啊 反而不好了 黑旗返仙 红旗呢 在这里选择了一手象七进五 因为这个红旗呢 他稳步推进 招法呢 下得非常老练 这个黑旗 苦思之下呢 也找不到什么好招 一怒之下呢 就决定施展一个苦肉计 要弃子 跟你放手一搏 红旗吃马 红旗就说吃马呢 就是接受挑战的下法 他要是稳健一点呢 可以走一手象三进一 先避让一下 也是红旗战优的心 那黑旗 送足 红旗 只有吃掉 黑旗在开炮打相 红旗再选择了一手 平鞠顶马 这招平鞠顶马呢 也是一个正确的下法 你要是再探吃一个族 那这个旗就不行了 黑旗就有一个进马采鞠 你再退一步 他就有一个平鞭炮 下一招这一将 这就要出鞠了 你也只能是吃个马 还一将 只能回马 然后啊 他把这个一打 还吃 黑旗呢 再高鞠 看着是红旗战胆还多子 但是呢 这埋伏了炮 以炮 这下时候战类 这都非常厉害了 你平过来 那他也是甩过来 这样呢 以后啊 黑旗啊 他势必要追回这个弃子 而且呢 大占优势 说说呢 他不吃足 拉住这个鞠马 这也是正确的下法 黑旗呢 就回马进枪 你对掉 踩掉 以后呢 跳个相间马 红旗呢 就选择了 退居 让你来交换 黑旗吃掉 吃掉 黑旗再上马 红旗呢 他这里选择一个先旗后取 打相一将 然后啊 他再飞个相 相助你两个 那黑旗呢 就点居 黑旗进居之后 这个马炮啊 就让你自己挑着吃吧 他就要跟你来对攻 现在还有这个过河族来助攻 他选择了吃炮 那他过来吃马 红旗呢 选择了吃足 红旗想着吃足 这个你吃马 我吃炮 是一个交换 没想到啊 这条旗 却遭到了黑旗的毒手 这个旗 他应该啊 走一手 马炮进三 马炮进三 你要是打兵 他就把你的相给你踩了 双方啊 形成这个对攻之势 可以说是谁输谁赢 那还不一定的 你现在来交换是吧 红旗啊 他不跟你交换 黑旗不跟你交换 他气泡 也不吃马 趁敌 准备吃相挂将 这条旗可以说是一部 出人意料的回首 黑旗啊 再次选择了 弃子攻杀 红旗呢 在这里啊 没敢吃这个炮 他选择了一手平炮 这也是正确的下法 你要是敢吃这个炮 那就不得了了 哄了马蜂窝 杀相一江 落势 再跳一江 上来 然后呢 下足 退居一江 要命 你的退炮来手 那他再把势一吃 你再吃相 他就再吃一个势 给你剥光 退回来一江 又要命 你在上马 那他来一个退局捉你 你还在平过来保 飞其再来一江 红旗呢 下去 飞其下足 再拱一江 可就要命 都要退回来防守 那他再来一江 出来 下足 要命 平过来拦住 平局过来 又要命 上马踩局没有用了 双江 绝杀无解 当然他有这种手段 气子攻杀 这种手段 他不敢吃 他把炮平过来 那黑其呢 也把炮平过来 继续攻杀 红旗选择 进马 红旗一看 这手也守不住了 干脆呀 也不守了 飞其来一江 红旗变个炮 飞其高炮 飞其高炮 这是一步好奇 一招两用 既安保这个中相 又可以平中将军来得子 红旗无奈 选择了上马 飞其平一江 你也不能电马呀 挂一江要命 这个是 挂一江 上老江 然后啊 把炮一吃 黑其呢 借助这个 攻杀的这个手段呢 终于夺回了这个狮子 并且呢 有一个过河族 所以说是走到这儿 已经是大战优势了 从其 处马沃逃 叫沙 飞其呢 选择地马 这样呢 你卧槽 他有一个电锯返江 抽你子的手段 平锯 那他吃事先来一江 上三楼 停炮 你卧槽一江 这个电回来 红旗就吃毒 那飞其来一江 红旗落个室 飞其直接把炮退回来了 黑其正常直接退炮啊 就走得太稳了 他可以啊 退居吃事一江以后 把马吃了 这样呢 可以速胜 红旗退居 那黑其再平居 红旗回马踩高 黑其炮高一步 红旗再扑马 退居呢 来一手气马踏势 你不能用鸡吃 你也不能用老将吃 赶快高居 那这个马呢 他又跑了 平鸽帅 退居来一江 然后他又平过来 看住这个卧槽 还有出来 退居退回来 吃马 红旗选择对调 可以吃掉 你也不看吃马呀 退马踩势 来一江 他是选择了一个对居 他平居 吃马 红旗呢 回马 红旗高居 再捉 红旗跳进来 那黑其接手试 不给你一点机会 红旗又过来 问住这个小马 飞起呢 先来一江 然后呢 再来一江 给你表演 鞠马冷招了 再来一江 回到这边 回到这边来 从其退一手拘 飞起呢 选择了一个 先出老将 从其 过上槽 飞起呢 下底 下一招啊 这就准备回马一江 出局了 赶快定居 从过来叫沙 定中 那黑其呢 退一江 退一江之后呢 这个红旗呢 就没办法了 无力往回了 下去 再来一江 过来 战中 下一招跳马 一招之敌 只能过来 黑其啊 再一跳 下一招 要么抽鞠 要么抽马 这个 从其呢 必丢一子 再丢一个子 肯定是没法玩了 也只好投资认负了